柔氏阳光教育中心于8月12日下午5点至6点30分 举办盛大的2011年暑期教学成果展示 当天有全校师生家长500多人参与盛会 展出节目包括5个中文班的师词老诵 书法临摹 绕口令 武师 现代武 武术等才艺及英术各班 对其对歌与喜剧表演 嘻哈舞及中国功夫等演出竞赛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新闻报道 阳光教育中心校长陈师妹 每年我们一年一度的暑期教育成果展都非常的热闹 也非常的隆重 我在这里感谢所有的家长 老师 以及所有学生的这个努力的准备跟演出 也谢谢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个协助跟这个倡导 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都在每一个角落一点一丁的努力 来很有耐心 很有热心 跟很有技巧的来教育 我们的孩子 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跟延续都会有很大的帮忙 阳光教育中心在1989年创办了 到今年已经进入24年的历史 那我们的学校的教育的内容包括二至六岁的六人 那一到八年级的课后补习班 然后最重要的是中文学校 那中文学校我们在平常就用酸语来教学 从全校每天一个小时 然后在周六的时候再加强 那趁暑假的机会呢 就每天三个小时非常专业的 非常专注的 让他们对中文再打下更深厚的基础 中文课以外呢 那当然这个母语文化 这个主流的这个英语的课程 数学课程 学校所有的课程 我们都要兼顾到 那在星期六的下午呢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才艺班 还有这个比较深入一点的 英文跟数学的这个个别的补习 非常高兴 我相信啊 所有的家长跟我一样 很兴奋的看到小朋友这样子的表现 那大家都晓得 我们小朋友是一张白纸 你教他什么 他什么就出来了 那从开始的武师 我们可以看到 小朋友真是生龙活虎的跑出来 每一个都非常有精神 可以把他们整体的一个士气 展现出来 在阳光教育中心这么努力 教育 培养下去 这样下来啊 我发现到我们的小朋友 都学到我们中华文化里头 很多的精髓 一个纪律啊 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我相信在阳光城市美校长的这种 教学办学的方针之下 所以阳光教育中心的小朋友 一定会成达那成的成人以后 一定会变成我们社会上非常中间 非常好的中间分子